在这波MeToo风暴 演艺圈翻车的男星在家一位 从黑人城建州主持的 我爱黑社会出身的大亚洲仪佩 27日在脸书大爆自己 11年前曾遭受老板陈先生的性骚扰 回忆起当时他和陈先生一起到香港工作时 先是被对方询问饭店房号 随后便强行进入他的房间 用充满性暗示的方式说要桑吉雷 没想到之后陈先生竟从背后环抱他 还说了句怎么样壮吧 你又没试过试过了搞不好你会喜欢 一切都还来不及反应 他就挣扎到随着陈先生一起倒在床上 好不容易抓到机会推开对方 要他胡闹完了就快回自己房间 结果陈先生竟又脱口 好那我们快点 没办法你泛泛姐就很不爱这种事情 让他直接吓傻 那个爱奇形象的他 在荧幕上塑造神仙眷侣的模样 我见证了他们致死不渝的爱情 他竟然讲出这种话 大雅表示他是受着薄蜜兔得到勇气 才决定把事情说出来 并透露当年曾被黑人下令冷冻而失去工作 所以他当年真的会害怕无法揭发这件事 最后背着忘恩负义的臭名离开经纪公司 这一切的委屈他忍了十多年 他希望不要有下个受害者 希望女生都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我有威权的人该适可而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